上一集 創業沒那麼容易 造成蠻多人的回饋 那今天我們來講講一下 所謂的灌老闆 那今天說真的 你要當到一個灌老闆 真的是不容易 為什麼 當一個企業 要慢慢的成長 一定會經過很長的一段路 那今天 你身為一個經營者 公司賺錢的話 你是不是會發獎金 那今天公司賠錢的話呢 不會去扣他們薪水 沒錯吧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考驗一個經營者的實力 今天 你給你的員工的薪水很高的話 就回不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他的人力值 就是可以拿到這一筆薪水 但是換賺在別的公司的話 他的人力值 其實是沒辦法達到這一份薪水 因為你要當一個好老闆的狀態下 導致你會過多的支出 你要記得 當你賺錢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這些錢拿出來 分給你的員工 當你公司虧錢的時候 代表你這個老闆 是一個沒有人力的人 以上 如果有不一樣的想法 可以底下留言 謝謝